同学有没有看这个问题哦 山路冲击扇平面示意图 然后呢有不同的位置 从甲到乙跟丙丁这几个地方 问你说 历镜大小跟土地利用方式何者正确 甲这个地方冲击扇的扇顶颗粒比较大 所以不会是细颗粒的拟质黏土 不会它颗粒比较大 乙点乙在哪里 乙在外围这里 外围这里的话是属于扇端 山端有涌泉水源比较充沛 土地利用比较精细 B正确 C选项甲处的土地开发比较早 人口比较多 不对甲这里比较高 而且靠山 那么呢水也不是那么多 没有像乙这么多 所以人口不可能比较多 也不可能比较早 C错误 猪选项 乙的突然渗透性不好 因为甲的颗粒比较大 所以呢应该是什么呢 甲的渗透性比较好 所以猪也错了 答案请选的是 B